北社花灯到了众神肖像 这一区立刻停下脚步 拿起手机一顿猛拍 到了晚上这些花灯更吸睛 神明配上黄灯照亮 无论是睫毛还是口红都超抢眼 网络上讨论度更是爆表 更有网友狂宣 元宵节秒变中元节 明天团体他们用各种的发想来设计灯组 我也知道这个众神祈福的原创者 他有表达这是中南部民间信仰的 一个方式 我觉得不会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太难 对不对 但是如果形容一种创作的话 我倒觉得他就有想象的空间 市长讲话很客观很忠信 白水白水就等于五百毛水 众神花灯是白还是碎 市长评价作者点见 但被狂宣是大型灵堂 让作者看不下去 校正龙行主灯只求对决 龙的头他当时候他 他好像有点被戏称说有点像凤梨 主灯非常的漂亮 同样的风格的灯组会在台南 所以不能说在台北是华国美学 在台南就是本土特色 不怕众神抢了主灯光彩 讲话还帮作者免费宣传 原来是20号将在台南展出的 成熟年花灯也是出自周师傅之手 但照片一曝光又被网友批评 最强女鬼来台南 台北有灵堂 台南有厉鬼 网军的一些着急非常明显 北部的来讲 曾经在网络上发烧 也提起过把它列为台湾最强女鬼 然后其实在台南 他们会觉得说 这是他们曾经的一个 一个过往的一个历史 危机就是转机 作者所属的礼仪公司 也发文表示 麦穗花灯一夜间爆红 让他们合作订单接不完 龙年才刚开始 荷包就先赚宝宝 继续我万里国研亭采访报道